Motion elements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沙 大家很少見我這麼瘋狂 會帶起一隻蟹, 是不是? 因為實在太興奮了 京安之殿堂正式在香港島 這邊開幕 這是它在香港第三間分店 接下來或是 都會在香港不同地區有分店 下一間聽說會在 中環的東方標行地庫 即是中環行人天橋 上半山的入口位置 我對於這個香港島 這邊的分店十分期待 今天為大家介紹 銅鑼灣這間京安之殿堂的分店 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我會在店舖地理位置 產品種類、食品評價 價錢定位、服務價質素 店舖設計等等 一一作出評價 今天是7月7日正式開業 希望大家看完我這條影片 這一個週末有時間 游到一個礦街的選擇 大家都應該在這個時候 收到一萬元 我會在這條影片 告訴大家 值不值得來大灑金錢 事不宜遲 我今天就不只說 十大必買這麼少的 Are you ready? 搭正早上10時 經過美女主持一番的介紹 這個店舖正式開始 首先這個店舖佔地 48,000呎 但只有一半的地方是用來銷售 其餘的地方是用來擺貨的 但都行得很舒服 比起尖沙咀更加寬敞 影片你會見到 我很多時候都不會被迫到什麼樣子 他們經過尖沙咀和荃灣開店 都拿了經驗 這次控制人樓是值得一讚的 這裡總共有4層 開房是24小時 只有1樓和4樓是有Cashier 3樓是有廁所和雙層人士的廁所 4樓是售賣裝藥和生活百貨 3樓是我最愛的蔬菜、水果、零食、糧油、雜貨、肉類、壽司 以及個人的料理用品 2樓有奶類和急凍食品 海產、熟食和禮品區 還有酒類 1樓有大量零食、雪糕和急凍甜品 還有甜薯工房 1樓和3樓更像有零食和生活用品的特賣區 有5-25元的特價的抵賣產品都有 來到我最愛的3樓入口 就已經有超抵賣的水果、甜土 很快就搶購一空 19元一包的日本番薯 9元激筍的蔬菜區 食物非常新鮮 在這方面是超級有驚喜 雖然我經常說自己沽狗韓姐 但其實我不是不用錢 不過我是不用冤枉錢 這裡有很多商品 比起隔壁開24小時的圍康更有驚喜 不信你們繼續跟我一齊看看 這當然不是廣告 我純粹以消費者的角度 去看他們這裡的售賣情況 我再次光顧他們的機會是300% 你們看看這麼新鮮的豆苗 只不過是9元 菇類是由9元至25元不等 超級準價 這裡有一個叫做杏鮑菇 因為有鮑魚的口味而命名 非常值得一試 40多元就有排骨和豬辣骨 用來煲湯 或者醃了之後放入氣炸鍋 味道都是一流的 食品上更有說明建議食品的煮食方法 對於不多入廚的上班一族 這些參考是非常有建設性的 燒肉區有近江牛和和牛很多選擇 旁邊有很多醬汁有不同的口味 買回家自己煮吧 便宜過你去餐廳吃很多 溫馨提示 這裡寫12元以100克計算 其實雞腎不止100克 所以包裝上要39元 但看上去食物的質素 都是非常新鮮 而且價錢一點都不貴 我這次洗錢洗得很矯 我認為CP值非常高 而且種類也非常多 食品的質素也很新鮮 好像海鮮、魚鯉、刺生 這些新鮮度非常滿意 價錢就不算貴 你看看麵已經這麼多品種 素菜人士都有選擇 小朋友可以選顏色豐富一點 價錢亦相宜 你看看這裡有多少醬油 一次過買齊你想要的材料 這裡一次過可以滿足你多個願望 一枝豉油可以用幾個月 不過不知為何見到這麼多選擇 就算家裡未用完 甚至深思思都好想下來多走幾次 沙律醬就是我平日最用得多的食材 最便宜20多元一枝 好大枝都有 以後自己可以在家製好沙律帶上班 在家製好牛肉 用生菜包著它 再蘸一些燒肉醬汁 不喜歡吃燒肉不要緊 這裡亦有18禁的咖喱 如果大家想挑戰你的味蕾 不妨可以買你試一下 日本米160元兩件 大特價和大優惠 目測有60多種選擇 來自日本不同的散份 看你喜歡吃軟飯或吃硬飯 在魚方面大家可以回家 溶了雪之後 用鹽醃一醃它 然後放入氣炸鍋或焗爐 香噴噴的日本炸魚就是這樣煉成的 鹽燒的松葉蟹兩塊水就有膠液 不用搭幾千元飛機去北海 小朋友扭計不肯吃飯 沒問題 爸爸媽媽陪他一起做可愛賭母的壽司 只是刨冰也有十幾款 家製自家製的雪糕、雪條 樂也融融 融到跌落大腿 浴室、浴具有很多優質的毛巾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買幾件 蒸飯糊帶回公司大派用場 自己帶飯一勞永逸 午餐時間省錢之餘 又不用跟別人去逼 如果不想吃太重的東西 就可以帶一些材料回去 例如明太子、魚卵、加隻蛋 做沙律 這裡日本蛋都非常多選擇 如果你說貴幾元的話 講到質素 我覺得是不是有所值呢? 如果你去第二處購物 這裡一坨買一下 那裡一坨買一下 車錢都蝕了你 不如一次過買齊食材回家自己煮吧 二樓也是食品區 有很多新鮮出爐的Bakery 聲稱不會買隔夜麵包 自己製作法式的越南Bouguette 再加20多元一盒的芝士 會味無窮 雪櫃有很多一丁即食的炒飯、餃子、粥粉麵飯 現在銅鑼灣的餐廳買少見少 我講平價那些 我早前去總統戲院旁邊 刺魚蛋 雜不甭什麼都叫一碗 已經60元了 以後你們一餐 就可以在這裡買齊食回家自己搞定 自己在家煮的成本 比起出街吃便宜三倍 是不是可以省很多錢呢? 雖然現在見不到很多遊客 暫時只做本地客 銅鑼灣這個店可以吸引附近上班一族 來自北角銅鑼灣跑馬地的居民和學生 聽說這裡月租是100萬 相信很快便可以回本 這麼大包的零食只不過是20多元 買一包回去晚上看球慢慢享受 女士們可以買回去給老公或男朋友 讓他們少出夜街陪你 即時製作的新鮮直送壽司 看起來的新鮮程度非常好 這裏還可以買特別的冰島帽 放下威士忌米朱瓦里 酒的種類 也有很多 但我不在這裏介紹 大家可以看看影片裏酒的種類 有否一款適合你 這裏有一個特別的服務 就是可以刺生代設 服務的時間就是早上10點至晚上8點 這裏的新鮮食材好像刺生 晚上7點後便是半家甚至更便宜的 千萬不要錯過這些高質素的昆布 用來做高湯 煮了高湯後 放涼後放入雪櫃 在煮麵時便立即可用 比吃公仔麵的味精 熟食區便有很多便當買回公司的pantry 有時加班不空出去吃飯 一丁就完成了 這裏也有即時自製的食物工場環境好衛生 你不會聞到很臭的油煙味 不像鄰近地區的商場 走進去的門口已經想吐了 40元一大盒的炸雞 可以買回家 用微波爐或氣炸鍋來翻丁 有沒有人很懷念 關東主 我上次去日本已經是去年的10月月尾 所以見到這些食品特別有親切感 即使暫時飛不到去日本 見到日本食品 我已經心癢癢想到日本了 這裏這麼多東西買 如果你戴一個環保袋不夠利用 現場便可以即時買一個 顏色和款式都非常可愛 四樓的妝藥專用區 我見到它們有些很大包裝 不知是否特別為香港而設 很多好像是禮品包裝 特別大包 感覺上好像值得買 牆內有很多產品 標明是Low Price 牆內有很多個裝藥 都是幾十元 這樣搞法 香港的零售股股價 真的要接受很大挑戰 我聽他們的員工說 京安之殿堂會在香港 不斷不斷開新店 到時對於香港的零售生態 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例如HKTV Law 渣渣 卓奪 75X 維朗 Pakai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但我們作為消費者 是不介意見到這些競爭 因為只有競爭 他們才會越來越取消費者 無論在服務質素 產品多元化 價錢定位 地理方便之後 相信香港零售業 將會掀起一番風起雲湧 之前有尖沙咀、荃灣、銅鑼灣分店 接下來會有中環、將軍澳 如果京安之殿堂 真的要在香港的零售業分一杯羹 我會預計它 亦可能會在太古城、玄方、屯門、沙田 一些中產區發大版圖 聽說從本清都會有心打造香港市場 無論如何 日本多少企業來到香港 都會不減我們香港人對日本 旅遊的渴求 我在這裡希望日本早日通關 讓我們可以飛出去休息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介紹 看完影片 記得留個表情符號 以示支持 幫我分享、訂閱和Like 下一集我會為大家介紹更多 旅遊消費的好Tips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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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